嗯 嗯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手看得不漂亮 好看 有了有了有了 还开箱还挺有意思的 那可怕 诶 刘老师 诶 刘老师 诶 刘老师 这是 我们是拍的玩儿 倒是以您妹为主啊 这样吧 开箱就有您拍的那个 真的 对啊 我主要讲这表怎么样 行 腕表流行力天数激励器 在欧米加的一个活动上 我摸到了一款神秘的潜水表 但一直没有实物可以拍 所以忍到了现在 这就是欧米加海马海洋宇宙系列 Ultra Deep 6000 它是一款保留了圆形款 Ultra Deep最新深浅腕表硬核技术 又有代向的专业潜水表 分别用钛和钢来打造的 钛金属的款式更接近圆形款 而钢的不是一般的钢 如果你关注这款表很久了 今天聊一聊这款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是技术控 想收藏一款 代表着最顶尖技术的专业潜水表 就好比能上路的F1赛车 AMG1 那么今天就聊一聊 Ultra Deep 6000米潜水表 一共有7款 一款是钛的 其他的是钢的 都通过了ISO 6425 2018 有关饱和潜水表的认证 钛金属款和Omega Steel 钢款表背 都有5G钛徽章激光卷刻声纳标志 怎么知道我下潜有多深呢 靠的就是声纳 两款表的表背 都有饱和潜水6000米的字样 证明获得了饱和潜水表的认证 如果说Omega的Ultra Deep专业潜水表 相当于F1的话 那么这个Ultra Deep 6000米 就相当于能上路的F1 这个F1的原型 也就是赛道版 是Omega海马系列 海洋宇宙Ultra Deep专业潜水表 2019年 一个探险家 把三枚Ultra Deep专业潜水表 安装在潜水舱外 深浅至地球最深处 见证了人类深浅全新世界纪录 10925米的诞生 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0年 探险家觉得不过眼 又下去了一趟 把世界深浅记录提升到了 10935米 深浅有风险 为观需谨慎 回到水面 这些表毫发无伤 走时正常 甚至还通过了Metas深症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Omega要打造五大洋最深处 探险项目的潜水表 需要从头研发 而且风险很大 但最终还是成功的 取得了历史性的技术突破 颠覆了很多直觉 我们一般认为 表壳厚度跟潜水深度成正比 但其实并非如此 Omega在保证万表卓越防水性能的同时 把表壳的厚度最终控制在了28毫米以内 这是用了有限源分析方法进行反复模拟的结果 参加五大洋深处探险项目的深浅器的耐压停体 是用5G钛金属造的 用先进的锻造技术和完全无焊接结构 Ultra Deep的表盘 表壳 表背和表罐都是采用这种停体的材料 切割加工制成的 这些材料上还印有权威传机色DNVGL认证标志 深海潜水器观察窗的承重面设计 可以将圆锥体内边缘上的压力降到最低 Ultra Deep专业潜水表的蓝宝石镜片和表壳的组装设计 用的就是类似的技术 为了分散腕表所承受的压力 我们家还用Liquid Metal材质来确保蓝宝石镜片和表壳紧密的组装 创新的热压成型技术 可以不用传统的聚合物密封垫 还能降低蓝宝石镜片的厚度 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Ultra Deep专业潜水表的表耳和钛金属表壳是一体的 而且是开口式的表壳和表袋都可以承受高度的牵引复合 降低腕表材质在深海中过压的风险 这个表耳因为外形特别像魔鬼鱼 所以就被称为魔鬼鱼表耳 这款Ultra Deep 6000米钛金属的设计 就是忠于前面咱们说的那些成功的理念 在表镜和表壳的界面采用类似追台型的承轴面设计 灵感就是潜水器的悬窗 这是最理想的负载分配 因为当万表测试高达758的巨大压力时 蓝宝石镜片承受了相当于7.5吨的压力 以前我们讲潜水表的时候说过 专业潜水表要有排害功能 一种是排害阀一种是无阀排害 得益于创新的蓝宝石电圈设计 这款万表无需排害阀门的设计 蓝宝石玻璃电圈它的设计概念和装配 是欧米加正在申请的一项专利 可以确保万表的防水性能装配的便利性和可靠性 而且大大提升了万表的抗压耐受性 包括悬入式表冠也是在申请专利的设计 改进了表冠的圆锥形的承轴面 实现了装配更小巧的表冠 这个确保了万表欧形圈周围严丝合缝 任何调节下都能确保密封性 还优化了负载分配 等着瞧吧 估计今后的全水表都会跟着用着这种设计的 这个突起的蓝宝石镜片 是Ultra Deep全水表的重要部件之一 这个独创的设计 运用了EFG的特殊工艺制层 以确保纯净无瑕 同时玻璃的表面能够承受超高压 欧米家采用这项特殊工艺制层 超高质量的蓝宝石镜片 当万表测试高达758的巨大压力时候 蓝宝石镜片可以承受相当于7.5吨的压力 想一想一辆汽车的自重才多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开F1赛车 但用脚都可以想象 F1肯定是座舱不舒服 离地间隙太小 F1能下潜到10935米 这款能上路的AMG-1能确保潜到6000米 F1的厚度是28毫米 而Ultra Deep 6000米万表 这7款厚度减为18.12毫米 这个18.12毫米有两个含义 听我慢慢说 第一个含义指的是性能和美学上的一个平衡 因为人们能够接受的表壳厚度是18毫米 估计欧米加原来考虑5000米已经无敌了 还可以更薄 但发现厚度仅为18.12毫米 性能直接达到6000米的防水能力 也算是一种性能储备吧 每毫米的防水能力达到了333米 第二个含义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拿这款表跟某款表对标的话 嘿嘿给你几个参数 防水厚度 这款表五级钛材质专业同款的魔鬼鱼表耳 拉丝打磨的陶瓷表圈 表圈上是有liquid metal浅水刻度 表盘是钛的 附有黑色陶瓷 蓝色数字石标和渐变效果的蓝色中央指针 时针分针和小时刻度都是白色18K金 白色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咱们上手试一下啊 45.5毫米的口径 重量是123克 这么轻的表不挑手腕 你知道这个表带是哪头的 对是那头的表带 戴着有体量感但不笨重 配正装表都没问题 休闲佩戴就更不用说了 男生戴着有技术感 女生戴着更时尚 再看看这个钢款啊 咱们玩车的朋友 这么一种情节 就是喜欢品牌的经典款式 有时候还不想炸的呼呼 希望表戴起来看上去像传统的 欧米加全水表 又想要碾压对手的 6000米的防水性能 那只能是这款钢表了 表壳是欧米加全新研发的 Omega Steel材质 有高超的强度 亮白的颜色和出众的光泽 同时还有桌叶的耐腐蚀性 非铁滋性 低致敏性 和生物相容性 外观嘛历久弥新 目前广泛使用的316L缸啊 已经是很不错的不锈缸了 像某树啊某螺啊 用的就是316L 但还有少数两个品牌 用更高级的904L缸 说白了就是具有白色贵金属的光泽 又耐腐蚀 而Omega Steel这种材质 除了有904缸的优点以外 还特别硬 根据Omega的数据啊 这种钢抗驱强度 是质表液中普遍采用的钢的两倍 硬度高出40%到50% 这种钢其实采用了高压电渣重容工艺啊 这是打造高纯度合金的关键 还确保能高抛光 据说是因为合金成分中添加了高比例的氮 才这么牛的 某品牌下一个豪华运动表的钢款 会不会也用这种钢呢 你会问 这么亮 这么硬 这么耐腐蚀的钢 戴手上会不会很重呢 等一下我们上手 试戴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样 这钢款呢 都是陶瓷表圈 但刻度是不同技术处理的 亮黑色陶瓷表圈 是断面拉丝的liquid metal浅水刻度 电光蓝抛光表圈 是大明火白色法郎刻度 亮橙色陶瓷表圈 是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的液态陶瓷刻度 这是在向欧米加2005年推出的第一款海洋宇宙万表之境 欧米加 照前身表是有历史的哦 喜欢的可以截屏 下面咱们上手世代这个钢款 表链配备了可延伸推拉式的折叠表扣 加上可延长的部分 表带总长为33.3毫米 可以戴在赛车服外面 这是欧米加海马比较经典的外形 有很长的作为商务表的传统 谁能想到这款表防水能达到6000米呢 45.5毫米的表头比海马300大一圈 但是因为表链配重的原因 总体还算均衡 如果你喜欢大口径的表 而且比较壮的话 那就更搭了 欧米加海马海洋宇宙 Ultra Deep 6000米 钛金属款和Omega Steel钢款 到底怎么样 它是欧米加海马海洋宇宙 Ultra Deep专业版的 能上路的版本 毕竟F1有统一的规则 而且是同场竞技 但深浅探险是各自为战 欧米加利用的是深浅探险的最新技术 我不太方便界定这两款 是不是最好的潜水表 但从性能设计和代向方面 还真没发现能赶上它的 感谢大家的陪伴 欢迎探讨 弹幕是匿名评论的最佳方式 关注转发更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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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